好了 同学们 那么来 我们一起回想一下 咱们学了多少个数的整图特征了 首先第一种是不是就是尾数系的 现在咱们学完了 有谁来着 25 425 还有8125 是不是三组啊 还有谁 还有和系的 和系的有39 还有吗 差系 差系就是谁啊 7 11 13 是有这三个数啊 那你看我们现在学了这么多数了 它们的整图特征了 那朋友们 可我们又知道 这个世界上的数好像不止这几个 那如果有一天我让你判断背12整图 你怎么办 对 你去试除一下 这个方法是万能的 对吧 我们知道试除有点麻烦呀 有没有别的办法 哎 12 是不是可以拆成3乘4啊 所以你要想判断背12整图 事实上我只要判断 判断一下背3整图背4整图 是不是就OK了 而背3整图背4整图 是不是咱们都学过 so 按照这种道理 如果我有一天让你判断背18整图呢 啊啊 什么东西 我听到有人拆成3乘6 可以吗 3可以6呢 不可以 对吧 18应该判断 拆成2乘9啊 2我们学过 9 是不是咱们也学过啊 对吧 一定要把它拆成我们那些 不是 拆成那些 我们学过的证书判断的数 对吧 那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你看这道题 这道题说 数位数2框9框 能够被15整图 那么求所有满足条件的数位数 被15整图 咱们怎么办 啊 15拆成谁 只要满足3满足5 是不是就OK了 所以这道题是不是有解决促路了 好 自己来算一算 立体的第四题 告诉老师啊 所有满足条件的数位数 一共有几个 做对了 磨油 磨油啊 好 我们来看一看啊 这个我可以擦了吧 其实你看 我说了这么多 事实上我们 这就是讲了什么 第三种 整图判断 因数分拆 好了 我不说这些了 我们来看看这道题 要想被15整数 刚才咱们强调了 是吧 就是判断被3被5 而被3被5整数的话 那肯定是被5整数 更好判断一些 莫位要么是0 是不是要么是5啊 那这样的话 这个两位 这个四位数 他 或者是他 对吧 那么接下来 是不是只要满足被3整数 就可以了 那满足被3整数 咱们用 比如说用画数法 9跟0不用看了 只要这两相加 是不是三的位数啊 最小为1 对吧 这是3 那么再接下来呢 4 再下来呢 7 是这样的吧 你会发现它的规律是什么 是不是就往上加3就行了 所以这边这个 9可以画掉 2加5等于7 7 7加20等于9 第一个 下一个 5 那下一个 8 还有吗 没有了 是这样的吧 所以满足提议的有6个 分别是 这3 以及 这3 对了吧 好了 同学们 那这样的话 通过这道小题目 咱们对 刚才我怎么说呢 叫因数 分析法 现在能够掌握了吧 记住 因数分析 一定要分拆成 咱们学问这些数 你别拆成一个 3乘6 是不是6没学过 是不是必须拆成2乘9啊 好了 不多说了啊 咱们离习一四级呢 最后我讲的事 转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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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了